8月3日,马来西亚马哈MH370调查,组在北京与中国失联乘客家属举行见面会。 中午12点40分左右,马哈MH370调查组负责人,国师传递达现场,对7月30日把布的最新调查报告,用中文做了介绍,随后进入家属问答环节,参加此次见面会的约有百名中国失联乘客家属, 据多位在现场参加见面会的中国失联乘客家属告诉澎湃新闻,www.hepaper.cn,国师传递进行了大约20分钟的介绍,但并无太多新内容。 不过,在家属的连续追问之下,国师传递的最新报告中,确实没有公布一些调查组掌握的信息,这与之前调查组所有掌握的信息都公布了的表态不同。 他表示,还会和调查阻击马来西亚交通部长进一步商量相关事件,我们查的信息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我们写出来的是我们可以负责的证据,一些其他的线索,或者说我们没有人守查,或者说我们移交给了警察部门,因为单是社交媒体上的所谓线索就实在太多了。 郭说道,马方应急机制有四小时之一,在三月的见面会现场,中国失联乘客的家属对报告的内容和马方在事发后,搜救行动表达了不满。 其中,有家属提出疑问,为何马方在事发后在中国南海,进行了八天的搜救,而事后被证明,搜索地点又是错的。 事实上,飞机在从吉隆坡起飞,约一小时后,就偏离飞往北京的既定航线,发生折返,最终穿越马来半岛飞往印度洋方向。 马航NH370的最新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对此,郭虚传表示自己并不掌握情况,因为调查组是在南海搜救行动结束后才成立的。 但他确认,马方相关部门在应急机制上,有大约四个小时的迟疑,面对家属的提问,郭虚传大多时候会点点头,也多次表示,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没有证据,我会向马来西亚政府反馈你的看法。 在答问,间隙,郭多次喝水,期间,还把外套脱了下来。 此外,有家书还质疑着,这份最新报告并没有实质内容。 对此,郭虚传表示,调查报告不能在搜救进行过程中发布。 去年1月17日,报告原本要在暂停搜救时准备发布,但当流程走完,计划暂时月公布时,一家公司及美国海洋无限公司,愿意承担后续搜救工作。 雇佣暂缓发布,一直等到今年5月,这家公司在搜救无果后,搜救工作再次暂停。 马方才选择在两个月之内发布了这份报告,对于未来是否会继续进行调查。 郭虚传表示,决定全需要交通部长进一步确认。 他同时表示,当发现确实有效的证据之后,调查和搜救都会重启。 至于如何定义确实有效的证据? 他回应着,会有一个专门的专家团来评估确定。 7月30日,马来西亚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在媒体声明中强调,仍不会放弃搜索MH370的位置,为向中国家属提供中文报告。 在下午的见面会之前,当天上午9点半,马航代表率先与中国失联乘客家属举行见面会。 彭开新闻获悉,马航代表福尔上午两名律师,一名翻译与一名协调员共同召开了这次见面会。 马航代表着7月30日,把部部的最新调查报告做了简单介绍后,主要回答了家属们的提问。 当天,中国失联乘客家属拿到的最新报告认为英文版本,仅有目录和结论部分标注有中文。 对于这份最新报告,为何没有中文版本? 福瓦表示,马航曾向马来西亚政府提出翻译英文与中文两个版本的安全调查报告,但马来西亚政府因报告专业性太强咀嚼,所以最终只有英文版本的安全调查报告。 3日的会面地址位于北京市顺利区物流园6街,与顺畅大道交叉口系150米,出的当军活动服务中心,距离北京市首都机场,已位约一公里左右。 7月30日,马来西亚政府发布,那共882页的MH370航班安全调查报告,但结论中写道,调查组无法断定满航370航班消失的真正原因。 当时,在场的马来西亚失联乘客、家属也对报告,并无心地进展提出剧疑。 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科机在从吉隆坡飞向北京的航线,上与马来西亚书邦空管中心失去联系,机上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失踪。 CN的面泽、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和虎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